可以上去一下 高雄文化中心外 市議員陳美雅志工 穿黃色羽絨外套 手裡發著粉色袋子 立委競爭對手 黃潔披紅色皮肩 帶著助理靠近查看 助理打開袋子檢查 黃潔跟著靠近看一眼 就把袋子還回去 但就是這個動作 陳美雅開記者會 炮轟黃潔太厚吧 你是有什麼樣的權力 擋住我們公讀生的去路 搶公讀生的東西 辱罵我的公讀生 你還恐嚇我的公讀生 他們就一直衝過來 然後被我們指責就一直罵 然後我們說 不可以在這裡發東西 志工 餘帶哽咽說袋子裡 只有糖果 沒有文宣品 也沒有穿有好刺的競選背心 有被恐嚇的感覺 陳美雅在控訴 她的人穿著競選背心 在發她的文宣 行政部中立 黃潔我真的覺得你非常的可恥 用這種看圖說故事的方式 栽贖抹黑 含血噴人 黃潔反向 陳美雅不時指扣不排除提告 隨著選戰升溫 未來雙方同場較勁 恐怕會越來越激烈 記者劉士之王書宏 高雄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 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爭議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 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